在德云社内部 我现在可能更看重的就是 厚得一点 忠心一点 而且野心会随着位置的变化 不断增长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明知的它会如何如何 你还得捧着 这个很无奈 当年我们就这样做 最早的时候 我们捧着人也是因为 实在没人 后台就12个人 一定他得红 他也得红 他也流明 这样咱们才能演的 卖票好一些 但是我就知道 这都是隐患 脑子上都有反骨 十句话里面有八句 是胡说八道 但是你得忍 那么过了这关之后 我们无所谓了 我捧你不捧你 我现在活得也很好 我如果看到你很好 你是个好孩子 也善良 也懂事 那么咱可以够 所以我们更多的 还是在意这个 专业我有办法 人性我没办法 当年那个事还有伤 你觉得它还在你身上呢 这个东西是关于一辈子的 其实我挺厌恶那种 就是不明白任何情况 就劝你一定要大肚子的人 就有这种人 你要离他远一点 因为雷劈他的时候 会连累到你 挂扎你一刀 你这血还没擦干净了 他打着过 不叫事 要勇敢起来 你死不死 因为人都是这样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劝别人的时候 说着好 嘴角不知不知的都是 但并不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说就是你心里明白就好 这是该做什么 所以那个事还是那样 那个永远过不去 它怎么会过去呢 他过去说明就不叫事了 你连这个事都记不住的话 你这辈子太冤了 有脑子没脑子 对不对 如果说记住了 我非要报复你 那是我可能小心点 但我记住都不行吗 那是不 就这么简单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